深圳以警中新城商业发展公司涉嫌违规受扑之事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很大关注 昨天下午中新城董事长刘伟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此事 发布会期间中新城里突然涌近二三十人 横幅上写道开发商无德招商银行无信 还我血汗钱还我房产证的字样 还有人在现场高喊刘伟红是骗子 刘伟红听后十分气愤的说 如果我是骗子能退掉三个亿吗 刘伟红在发布会还没有结束 以及未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下迅速离开 当刘伟红走时 记者秦星梅便紧随其后 希望能够采访刘伟红本人 不料刘伟红强拉住她的胳膊 还没有等其站稳就挥起一拳 重重的击中了她的胸口 受到如此重拳一击 秦星梅当时一个后仰 半天没有喘过气来 据悉秦星梅在被打后 她当即责问刘伟红 你怎么当街打人呢 刘伟红指着秦星梅的鼻子继续放言说 我打你怎么了 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 事发后 现场的群众和置业者 纷纷提醒秦星梅报警求助 据悉警方已介入打人事件的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